今天是2020年的7月27号 两市呢在最后收盘的时候 形成了90分钟的序列滴酒 请看文档的第一档图 这上任数啊 上任数 咱们上次给 说没有买路的 给一个买点 也是因为这个滴酒啊 现在呢又一个 这个呢走势呢 咱们这段时间也说了 反复的 会有多个低点 并且在第二个低点 或第三个低点的时候呢 有可能跌均趋势 好吧 这个说了 但请大家记得是 这跟高点啊 它是不是符合卖出条件 没有关系 那高点日线 涨得好好的 速度又快 对吧 这中间出现了调整 就很正常 它出现了调整 就代表了说高点 普卖是错误的 这就是典型的事后诸葛 交易不能这样做 这样做交易是大错特错的 要事先分析这个地方 要不要做 咱们事先都说的好好的 不能因为事后出现了下跌 然后呢就觉得 这个地方我们应该卖掉 这是典型的错误 明显的 就是这波操作的 最明显的错误就是这个 好吧 就是你一定要仔细去思考这里边的逻辑关系 所以90分钟虽然说级别不大 级别不大 这个低9呢 有点尴尬是吧 上一个低9还好啊 虽然说这个9出现在阳线 但是10 可以之后一个周期 10是最低点 对吧 但是你看这个9呢 在这儿 受款那个最低的是这儿 所以呢也希望 最好明天上午第一个90分钟 能够是下跌的 这样的话呢 就这个9就避免了尴尬 当然 序列 并不是交易规则 对啊 它不规则 只不过就是说我们说 假如说出序列已经出第9了 你在这个地方再卖就 短线交易不及格嘛 上次我们也是这么说的嘛 不过是 上次我们说的是高位啊 高位 好吧 然后我们再看30分钟 30分钟呢 它不是也也不是属于符合规则的啊 30分钟呢 它虽然说有结构形成 就说下面有结构形成 但是30分钟呢 级别太小啊 我们一般说 不看60分钟级以下级别呢 30分钟 上次指数30分钟是没有的 请看下一张图 请看上次指数 30分钟是没有符合的 你看啊 就他们的协调形成还不好 那没有符合的原因就是 它没有超过这个地 没有超过前一波的地点 所以这是它没有符合的最主要原因 第四张图 日线 这个就就有点意思了啊 请看这张图啊 那指数在这儿没有跌穿趋势是吧 在这儿没有跌穿趋势 但是这个价格跟这个 音线的收盘价格差不多 中央差不多 可是你看下面这个趋势 趋势是向上的 所以我说 我说不排除 第二个地点或第三个地点的时候呢 跌穿趋势 但并不代表它 不是调整了 它已经是这个 这个定性就不一样了 趋势都跌穿了 等等等等 又又出 出了很多的恐慌性言论啊 对于今天的这个部分的那恐慌性言论呢 这个我们还是坚决的反对啊 坚决的反对 表示强烈的谴责 坚决的反对啊 就不要这样 今天要讲的不多啊 趋势往好 至少今天没跌穿 这波跌穿 我觉得跌穿的概率还是挺大的啊 但是大家不要有过大的心理压力啊 跌穿也不是下跌啊 我判断它是调整啊 我判断它是调整啊 我判断它是调整 跌穿然后再突破 是 就是 这种概率是最大的啊 先跌穿然后再突破 那跌穿的时候就要看细节 啊 跌穿的时候要看细节 这个将来再说 现在反正没跌穿也不用操内心 下面的时间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跌穿趋势会是买点吗 一定不会是买点 跌穿趋势怎么会是买点 谁告诉你呢 哪个老师给你讲的 今天有一个那个学员说 五日下穿二十日 然后我就问他 哪个老师教的 徐老师肯定没教 破趋势还有序列吗 序列跟趋势没有关系啊 就是跌的不管怎么快 怎么猛 序列跟速度也没有 序列跟速度也没有关系 他也会出序列的 那问题是哪个序列好用 深层只能90分钟最高分 今天90分钟出9 对吧 就哪个序列好用 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做出九转则时 给序列评分 每个周期的序列进行评分 评分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统计最近的五个序列 它的有效性 计算方式是一样的 那么分数它就公平 会不会二浪已经调整了 现在出于A 另一段下跌 各种可能性都有 但是我说的 一定是按照最大的可能性 来给大家进行分析 因为我们一直在走 大概率的方向 对吧 我认为 这个地方就是上升途中的一个 普通而正常的调整 从未来来看 现在这里就不关键 不重要 不是决定性作用 不必有过多情绪的那种 能理解吗 就是你那些情绪的没必要有 就是这样的行业都在 在未来回看的时候 就这里 这很正常 很普通 怎么看序列评分 有啊 大家看这个 看图 我看第一张图 这张图 看这张图啊 升程值 90分钟 第一名 对吧 第一名 下面也会告诉你 请关注升程值90分钟 序列低久 对吧 下面会有文字啊 会有文字 就在这个地方 关注周期 这是高的啊 这下面有个关注周期 90分钟序列低久 现在升程值 刚好有90分钟序列低久 就今天收盘 今天收盘啊 但是呢 这个 这个 从上阵指数来看呢 就是这个90分钟 它的收盘价格呢 是低于 呃 6 对吧 78之前的那个6 所以呢 它并不是收盘价格最低 所以这个 多少有点尴尬 最好9 是落在阴线 并且是最低 这是最好的 上一波牛市 第一波下跌 也是遇到了30天线 今天也是 是不是历史重演了呢 我不研究均线 就刚才说 5日均线 下创20日均线 我说这是哪个薛老师 哪个胖子徐老师叫的 原因不就是什么 5日均线 上下创 20日均线 叫做死叉 对吧 金叉死叉 是九几年研究的东西 我们现在都2020年了 就是我说这个意思 大家没听明白吗 K线形态 红三冰 射击之星 启明星 多头排列 金叉死叉 母叶叉 这都是九几年研究的事了 注意啊 我们现在是2020年了 你拿来的是苹果智能手机 我们把很多的功能都已经做到手机上了 所有的东西全部量化 我们的结论清晰无比 已经进入到数学的可视化阶段 数学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是量化阶段 第二个是可视化阶段 第三个是程序化自动交易阶段 这些都是数学阶段啊 我们已经进入到数学的第二个阶段了 第一个阶段现象 注意啊 第一个阶段的现象 你研究 五日均线 三十日均线 这也是现象的初期 能理解吧 所以我说 我说的九几年 就是你可以去看那个 就是上那个当场网啊 或者是当点 就搜九几年出版的证券的相关的书 你去看啊 你去看啊 那都是研究现象的 好吧 所以这个五日二十日 这是基础当中的最基础的东西 我之所以说 我说这哪个学老师教的 就是我绝不会讲这种事 讲现象会让大家导致大家一个问题 知道吗 就是我不知道哪个老师在讲现象 就会导致反复解释 因为现象是解释不完的 五日下穿二十句 有的时候就低点 有的时候就高点 是吧 就反复解释 这个为什么对下个 为什么不对 天天就这个 但是 这个现象出现 你比方说 几涨之后的还涨 这个现象的出现 我们怎么把它量化 它的背后的数学思想是什么 为什么会出现顿化 等等等等 这就是数学层面 那速度是什么呢 速度就是单位时间内移动的距离 那在股市里就是单位时间内上涨或下跌的空间 就是速度 那这就是数学 五日均线为什么会下穿二十日均线 你把这个事深入的剖析才可以才开始进入到数学 但是你假如说不剖析 你就直接五日均线下穿二十日均线 这没有用 所以呢就是均线这一块呢 我几乎就是不讲 成交量这块我几乎就是不讲 因为我很简单 就是我认为他们就是现象 多讲无意 只会将大家误入歧途 误领入歧途 能理解吗 就那个方向不对 那个方向是错的 现在90%多的人还在研究现象 这也就是你跳出现象研究数学的竞争力的原因 不要再研究现象了 不要再研究现象了 好吧 咱们在系统课里经典理论那个时候 讲格兰威尔巴达法则的时候 说过啊 那个这个格兰威尔在一百年前就提出来 什么叫真正的金差 长期均线走平 短期均线再次上传长期均线 那才叫做金差 请看文档 最后一张图 注意啊 长期均线走平或者上升 从价格的对比 价格就是当天的嘛 价格对比 趋势呢 就算是长期均线 如果趋势是向下的 向上 价格向上突破 这叫做 就比方说下降途中的反弹 这个不叫做金差 只有长期趋势向上 比方说这次跌穿 然后再次的向上 突破 叫短期均线 或者是短期价格 上传长期 才叫做真正意义上的金差 所以说你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条件 只是说五日下传二十日 或者是五日上传二十日 没用 如果你听完系统课 听过我讲那个格兰威尔巴达法则的时候 你还好意思说五日上传二十日吗 也不知道你从哪一个人 那学到的 这是什么五日下传 五日上传 所以我就当时就问了 哪个徐老师教的 反正我没教过 好 下一个问题 股市有太多的误区 将大家引入歧途 首先 这话说起来就没完了是吧 这程教亮这个事 我始终坚持我认为正确的 所以我从不研究程教亮 第二 我从不研究消息 管他这个消息 那个消息 不研究 我看 但很多就是 学员呢 他其实他最开始接触股市的时候 就是杂乱无章 对吧 东学一点 西学一点 而且呢 就是说 他有很多逻辑性的问题 就将你引入歧途 而且你会觉得 好像说的人多了 他就应该是真理 比方说 长教亮 等等等等 对吧 比方说买是 土地 卖是师父 比方说 心态好 才能决定 才能操作好 这些其实都不对 我曾经 将这种股市里常 听到的这些老话 错误的部分 跟大家明确的指数 逻辑 他逻辑错误 错在哪 所以呢 就是说 这个时候呢 这个我不需要别人来认可我 我只是把逻辑 他的逻辑错误 错在哪 比方说买是土地 卖是师父 我说你卖的时候 你你能够忘记你买的价格吗 就是大家想想自己的操作 当你卖出股票的时候 你能忘记你这只股票是赚了还是赔了 你能不受买的时候 这个价格这个原因的影响 我就我就卖掉了 买在影响卖哦 你的第一个操作影响了第二个操作 那你说这两个操作哪个更重要啊 所以说买是徒弟 卖是师父的人 这逻辑上不通 第二个说好心态才能做好交易 这扯淡的 我告诉你 你要做好了交易 这心态很难不好 但是你天天亏 你天天喊着自己心态好 你天天开着能吃面 你的面能吃出 啥味啊 是不是这道理 第三个说成交量 上涨导致放量 而不是放量导致上涨 你用结果去推原因 他能推出来什么 观察手中的个股 哪一个高点不是放量呢 自己看 哪一个 任何一只股票 你把它挑出来 哪一个高点不是放量的 放量导致上涨吗 放量还导致注顶呢 所以别研究成交量 那根本就不是 那根本就不是市场涨跌的基础 我从不看成交量 但是就是说这个 成交量啊 在很多人这个眼里就跟神似的 所以呢我也不 我也不说成交量五用论 我只是说 我不研究 行不行 空间 时间 结构 趋势 这八个字就够了 原来是十二个字 对吧 空间 时间 结构 趋势 位置 形态 现在我们只研究八个字 八个字已经包含了市场的全部信息 我也管它叫做市场的全息属性 你把这八个字研究透了就够用了 比天天看消息的 是吧 研究成交量的 研究五日均线下穿二十日均线的 这好用多了 什么叫全息啊 一片落叶而知秋 这个落叶就代表了秋天 它具有全息属性 所以太刚啊 你揪下来的树叶 不算落叶 一个人的DNA 就代表了这个人 它也是一个全息属性 好吧 这就叫全息 天量必见天价 这句话算数吗 啥叫天量 今天放了一个很大的量 你认为是天量 我告诉你明天如果再继续长长 明天量可能比今天还大 那到底啥叫天量 第二个什么叫天价 是吧 事后一看 天量见天价 也就是我所说的 好多住高点的住顶的 都是伴随着成交量的放大 我说这叫现象 它不是规律 明白吗 这就是一种现象 很多的时候 住底部的时候 大家都没什么人买 但顶部的时候 成交量很活跃 开货数人很多 在住顶之前 住顶它是个拐点 住顶之前 大家都兴高采烈 是吧 这是现象 它不是规律 好不好 我们所说的 当速度出现了降低 代表一个上升的循环的结束 这叫做规律 我们所说的这个 但是规律怎么把握呢 你必须用一种量化的标准 区分什么是规律 什么是不是规律 你比方这波高点 很多人说 老师我们不卖 然后现在服务员很多回去了 我告诉你 这波高点 它不符合规律 对吧 不符合卖出的规则 不符合你设定的量化的标准 对吧 你必须得有个标准来区分 那么我们所说 专业和非专业的人士 它无非就是在于 它的标准的执行力 你要是能够做到这种 就是类似于 我们现在服务回去了 但是你能够认识到 自己的操作 没什么错误 你还能够继续坚持 这种操作 那就行了 这就是专业的 那你天天从这个掌地里头 一会儿涨了 一会儿高兴 一会儿跌了悲伤 天天在这个掌地里 受影响这么大 你看我讲的都是一样的 那有人就能得九十分 有人就得 是吧 五分 我前两天说五分 哪分一百分啊 你得五分 对称性也是规律吗 也是现象吗 对称性 它是哲学 好不好 你没发现 对称的东西很美吗 对称叫做平衡吗 平衡是一种哲学啊 所以涨和跌 是一种平衡的关系 上涨了 一定要有下跌 否则就打破了这种平衡 上涨不会持续太久 一个持续久的上升 中间一定要有回调 所以理性看待回调吧 这个回调正常 而不能再正常了 所以我今天描述的这个 我觉得还是比较准确 在未来来看 这里都不重要 很平常 不重要到 你在未来都不一定能 记起这样 这里的这一波行情 记不起来 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吧 它普通的让人记不起来 一直掌停 卖书法 不行 你就百度搜一下 好多啊 我讲了这个很简单 但是呢 就是因为它太简单了 我就不再重复讲了 因为很多人都知道 你不知道 那你百度一下呗 包括移植性货理法呀 咱们系统各里都有啊 那你也不知道在哪 我也不能帮你去找 不行 你就百度 好不好 就这 这里呢 就是 就是一个调整呀 我最开始判断也是调整呀 对吧 然后这个 你像第一波 低点的时候呢 我也说 我说这可能是多个低点 我还换了这个走势啊 我换了个走势跟我 现在这个行情走的走势 是不挺像的 大家记得我换了一个震荡吗 我说可能还有第二个低点和第三个低点 然后呢 我们如果在这个地方防一下 它是因为这个 防的是什么 就是当第二个低点跌穿趋势的时候 我们能多卖那么一点点 是吧 两层舱 多卖那么一点点 你说能防多大 但是 注意啊 这波我们是没没没防到 是不是 也就代表没有短期 没有高点 如果我们防到了这两层舱 注意啊 它起到的作用呢 就是 让一些小怂怂的心理略感安慰 解决他们的人性问题 其实解决不了实质问题 只是解决一些人性问题 能理解我说的意思不 但你 我们也不能说这不重要啊 因为他一旦解决了 他的人性问题呢 他就可能就 就就涉及到他的实质问题了 因为80%的问题 都是出现在人性问题 两层舱好小 对 但实际上就是让你 让你交易的更舒服一些的 对吧 但是呢 我刚才说的逻辑是什么呢 就是 我们会有一套规则 我们所有做的微调都不能超越这个规则 不能超越这个规则 好不好 通道会变粗变细 能讲一下吗 波动率啊 波动率大的时候 通道就粗 波动率小的时候 通道就细 很简单 这个对的啊 这个对的 如果波动率大的时候 你通道不粗的话 它扛波动能力就入 通道小的时候 你波动率粗的话 那就 损耗就大 消耗就大 好吧 这是对的 好 大家看这个 这个啊 这个 我得回复它一下 但事实是大盘跌了 账号资金缩水了 上周五满仓暴跌 说明规则还是存在不足的地方 希望老师再细腻一些 这是典型 特别典型的事后诸葛 没有一句话 不是事后诸葛的 请注意啊 我们现在就算下跌 仍然是整个涨幅的五分之一左右 能理解吗 就它的下跌的 或者是四分之一左右 它的下跌跟上涨来讲 还是很小的 请问 因为我们按照规则 才能够持股来享受利润 满仓遇到暴涨 满仓遇到这么大幅度的上涨 怎么现在规则让你满仓 遇到下跌 你就认为规则是错的了 那个时候就对 这个时候就错了 顺势而为六九八 你说它的这整个的结论 整个从头到尾的结论 全部都是事后诸葛 怎么满仓涨的时候就是对的 满仓错的时候就是说存在不足 好 我之所以把这句话呢 给大家给转出来 然后特别评论了一下 把它发出来 就是让大家看啊 这是典型的特别典型的事后诸葛 并且逻辑都不通 就是趋势满仓让你获益 然后你又想把趋势的好处 当中的不好的部分摘出去 这是不存在的 不符合平衡思想 能理解吗 否则的话按照它的原理 就是我按照趋势来 我按照你的规则来 我如果这个弥补不足 就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就是所有的满仓都应该是上升 只要下跌就是不足 发现没有 按照它的逻辑 这啥狗屁逻辑啊 好了 不多讲了 说多讲五分钟 然后十六点十分 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全部结束 行情呢 是属于正常的调整 不必多想 不必有其他的 稀奇古怪的 异常的那种情绪啊 情绪没啥用 拿出去都卖不出去 都卖不出去什么钱 然后呢 就正常的 我们去看待这个调整就完了 这调整呢 从规则的角度来讲 顶部是不应该卖掉的 没有不符合卖出规则 现在呢 也不符合买入规则 就是有调整 给你能买回来 那是两回事 别多想 好不好 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 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 咱们明天再见